有球友问我说李教练 我的队友在接发球的时候 他处在这个问题 该做怎么样的准备 这个问题怎么说呢 这个是一个普遍现象 好多人都存在这个 我该怎么办 还有包括你同伴发球一样 站在后面说 我该怎么准备 打了球意识没有提高 什么是意识 思想 思想里面的东西 什么叫没有意识 就是你打了这个球 根本没考虑要干什么 你明明你推了直线 你都不管 你都不去追 你推了个别人直线 你还要退回来 在这来准备 好像对方也给打个高球起来一样 你推了好的别人 反盘直线 你为什么不去堵住那个球呢 他最可能是 掉直线和对角 反盘掉 那你这个叫意识 就是你叫 先想到那几个点上去 这叫意识 先有想 后行动 这都是意识 你想不到就做不到 你同伴在揭发球 你们两个是一个整体 他揭发球 也就是说 你同伴一揭完 整个局就开了 不是他一个人来打球啊 他的每一个揭发球 都是跟你息息相关啊 他放网 你第一时间就想了什么 对方可能要挑球 就该我的了 他放我放我 推球就是我的了 你在后面就这样想了 他揭发球一出去 放网 那你就靠了 最对方推你啊 一条球你就去杀了 你的同伴 推直线 70%都一个 你的同伴去处你这个球啊 剩下30% 你还能补漏啊 或者抽过来的球 他漏下来你去补啊 这叫意识 可能出现状况 是什么 如果你同伴接发球 推的是对角 你在这个地方是不是 你的同伴如果上过去了 你是不是去帮他接一个球啊 对不对 他如果等下直线的那个 过线球 你是不是要你帮他补一下呀 如果对方抽过了一个高球 你是不是要去杀了 就是你事先想 预判了几个东西 可能出现的问题 你站在那的时候 你再看了 我的球友接球就在哪里了 可能出现什么 一出现你就去了 在左边接发球也是这样的 你在这边站着 如果对方发的是高远球 发的平高球也在这 你要发个平中球 你要让啊 让他去打呀 打了你也要准备上网啊 对方啪 发的中场也好 中线球也好 发的边缘球也好 双打发位 你又准备上网了 你准备去补位了 去补往前的位了 因为你同伴已经退后了 他要杀了以后再上去很难啊 就跟你上来了 战争一开始 你就要参战了 你站在那不是观众啊 先把这个问题想到了 你就不会再去这个题问题 教练我站在后面干嘛 换言之 你的同伴发球 你在后面站着也是这样的 时刻准备做 进入战争状态 该你出的时候 你一定要出现 不该你出现的球 不要去抢 用头脑 去组织 参战的时间和状态